明确规定外汇基金的使用用途绝对不可能存在挪用的情况 金管局表示港元人民币互换协议主要是为离爱人民币集算时 可能出现的资金短缺情况提供一种流动性安排 目的是支持离爱人民币市场有序运作 在香港有需要时人民银行会向金管局提供人民币 而金管局则以港元交换 货币互换不会经常使用 而使用的话也都是以短期以日记 设计环项也远远低于早前签订协议的四千亿人民币的上限 协议到今时双方会出现的资金短缺 OK吗你 可以 好像很tension这样 不不不这减水不好 减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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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水减减 收听的是让你开始收听都有收获的四个八分钟 来咯 一分钟 如今拥有日记加速的网络 Baharu La Bass 传递及时财经信息 在其最新国际局势 City Plus为你连接城市上线 听这句言没有上线 城市online 谢谢你继续锁定City Plus 来一下我一家中文财经资讯电台 说到财经当然就是跟股市有关 Hello我是小马 Hello我是加米 今天在我们的一鼓作气的延长版本的单元 就邀请到了Tony老师 像是Tony老师 刚刚我们有聊到了关于特朗普 特朗普最近又发一些推特 或者发了一些文告 或者讲了一些话又让整个市场很动荡 所以你最近是很忙要处理这些事情吧Tony 是的 就是很多人都在问接下来的股市 到底会是怎么样啊 都很想知道是涨还是跌啊 对 因为他们感觉这个中美贸易战 已经是一个阶段了 他又说又要再来另外一个阶段 是 而且现在的贸易战又变成了货币战争 是的 所以股市会产不忍睹吗 短期之内 OK 短期之内其实还有很多因素 我们可以去剖析去分析的啦 所以我相信啊在这一个阶段呢 其实大家都要保持冷静 千万不要紧张 嗯 等一下我们来聊怎么样去应对 这个小时一定要来收听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或者在私底下想要跟Tony老师交流的话呢 也可以去到我们的Facebook City Plus FM的Facebook官方Facebook 我们接下来也会Facebook live 或者有任何问题 股市上的问题 有些股市指数 你啊股 有一些股指 或者是一些个别股 你不是很了解的话 也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 有没有爆热线 0182106106 0182106106 开始了 开始了 啊 是了 开始了 我不知道 我还以为 诶还没有开始啊 我也是以为没有开始 哦开始了 等一下 Refresh Refresh 诶 我没有看到 可以了 开始了 嗯 开始了 开始了 好 开始了 OK OK Shane 话也都是以短期 第一 重点的事 让你 我 什么有新闻 没事没事别紧张 不会再发生上个点 越惯性 又来 我们现在 确认一下 又来 这样 有没有一些技术的问题 技术的technical problem 对 已经开始有人问问题了咯 来 聪明哦 越早问越容易得到解答哈 是 想要看一下 想要知道股项的 赶快问 2087 要關掉聲音先 讓人家聲音跑出來 來寫一下 誒 OK 請問前天利空的大師俠 我們是不是教育員將所有的股票賣掉 June Lee是問前天利空 我們是不是向教育員把所有股票賣光光 等大師穩定再回來 或者要向投資者什麼都不理 誒我們最後一段是不是大概要講對 大概是這個沒有錯 誒June Lee聽到最後啊 Hello Sean 嗨 Sean 也好 我很早已經這樣早醒啊 Sean 是你的學生? 是June Lee也是 誒June Lee 你好 Hello Vivienne Ong她招了另外一個人是要想來聽聽 是Vivienne很熟誒 Vivienne Ong也是你的學生嗎? 好像是誒 是一個美女來咯 呵呵呵 她招了另外一個也是美女咯 呵呵呵 可以不要stop人家嗎? 沒有stop人家 她就在那個照片就看一下咯 我們都沒有看 我們看那個comments 哈哈哈哈 假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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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還有哪些股像 趕快問 大媽雲頂啊 嗨 Kenting馬來西亞 好像每次你來都要問雲頂 雲頂專家 Kenting馬來西亞等 Kenting馬來西亞可以等 可以 可以的 真的可以的 要等 因為她之前掉 嗯 因為其實Kenting 那時候我們提過大概是三年的時間 那當然有一些人覺得說三年可能是有一點比較漫長 那其實呢 Kenting馬來西亞做的這個行業呢 我們都知道說是大多數都是賺錢的 那很難是會虧錢的啦 那這樣子的一個行業呢 其實只要我們能夠鎖足的話呢 再加上現在的它這個 Kenting Park也是說要開的嘛 所以那個盈利呢 會慢慢的起來啦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現在還的稅收是很高 但是我相信我們的預算每一年都會變 所以呢 我們也不知道說明年會是怎麼樣 那希望明年呢 雲頂可以不要還這麼多啦 那麼呢她就會回來啦 好 OK 我們回來現場 Shawn是問到雄西 我們等一下聊 在on2聊啦 兩次股也不要一股腦兒 我會和你白話把股 只給你精闢的股市分別 今天邀請到的嘉賓呢 就由WCT Worldwide Training World of Creation的創辦人 由Tony老師 每次他來的話 我都有好多的問題要問他 尤其 昨天看到我們的大馬股市指數 吉隆普中指數是跌破了1600點的關口 嚇了很多人一跳 我就想說哇 1700點掉到1600了 是 讓股民是驚慌失措 那Tony老師可不可以請你來講一下 這個1600點的心理關口 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概念 OK 那現在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說 為什麼這個馬來西亞的股票 會跌到這個1600 或者是在前幾天 一度的去試探跌破 是 那其實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知道說 這是這個總美貿易戰的 這個外圍的因素 那如果說我們去 就是深入的去了解 我們馬來西亞現在經濟狀況的話 那其實馬來西亞經濟狀況 還算OK的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在 不管是我們的國內三種子方面 其實都有一個走漲的現象 再加上我們的出口也有走漲 那最近的這個report 那我們的分析員 跟那個finance department也有出來 我們知道說其實這個 我們的外資 外資進來 Malaysia就是Foreign Direct Investor 其實都有走漲的現象 OK 再到2018年的report 那這樣子來說 為什麼還是會跌破呢 肯定就是外圍的因素 那這樣子呢 現在最主要的 我們必須要去 關鍵去看的就是1600年 OK 那如果說外資在2018年有進來 有成長的話 但是2019年是否會繼續生長 我的看法是不一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在10月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最主要的 這個所謂的英國特朗普 是 他可能會採取一個行動 就是無邪意脫偶 Boris Johnson Yes Boris Johnson 那很多人都很緊張 那我也很緊張 那我們也是在等 為什麼呢 等這個大好機會 OK 那如果真的是他是 所謂的採取無邪意脫偶 那肯定是英鎊會大跌 那肯定是英國的股市會大跌 肯定也會影響馬來西亞 然後馬來西亞 那這個是第一個因素 那第二個因素我們知道就是美國 那美國呢 現在其實說 說是說 想要坦承協議 但是我覺得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整體上來看 1600點 現在我反而覺得 這個關卡 他會在1600點 可能會跌破一下 再上來一下 所以大家不要太緊張說 1600點一跌破就是跌 他未必 因為這只是一個技術的指標 那我們畫一個圖而已 那現在如果問說 這一週會是怎麼樣 我相信現在剛開盤大家去看 他在昨天跟今天有出現在技術方面的話 我們看到有一個 哈們的形態 那再加上說現在的Volume已經走跌 現在很多人在賣了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今天 還會再一次去試探1600點吧 啊 還會再一次 可能性有的 可能性是存在 所以大家要做好心理準備 做好心理準備 不只是大馬股市啊 像我們的貨幣就是匯率方面呢 馬幣Ringit最近也是跌得蠻凶的 就是受到這個貿易戰的影響 現在也變成了是一個貨幣戰的 那現在看到Ringit方面呢 如果是一美元來兌換的話呢 是4.20 所以Tony你覺得Ringit還會繼續的在向下探嗎 Ringit呢 其實我們4.20是我們最主要的主力 那到現在呢其實還沒到 OK 那歷年來 大家可以看回過去的歷史 那過去歷史在差不多一年到兩年之間 我們其實在4.20的這個階段的時候是很掙扎 所以現在齁 如果說真的能夠衝破這個4.20 我們才有機會說OK 那真的是 這個美元對馬幣會繼續的走漲 那馬幣會走跌 那整體上來看 我相信馬來西亞不會呢 在這麼短期之內呢 就就是無動於衷 沒有做任何東西 為什麼 現在我們看到馬幣已經差不多接近4.20 是 對我們的出口其實是有點不利 OK 那但是呢我們之前的時候我們已經減息了 OK 美國的特朗普是說他要繼續的減息 但是是否會這樣子 我們不知道 那個美國聯儲局還沒有決定啊 還沒決定 所以從整體上來看的話 我相信如果我們要打一個保守戰的話 現在最好的是在年尾的時候 可能還可以再實行多一次的減息的這個動作 所以你覺得我國的央行應該要再減息多一次 對 所以銀行股大家也看到最近為什麼會暴跌 那其實這個是預測之中的事情 因為整體上的整個經濟當它一步走好的時候 我們的金融領域是第一個一定會走跌的 所以在之前我們前幾集大概有提到嘛 所以到了現在這個階段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樣去應對 OK 應對的方案就是有很多 等一下到最後第三步的時候我們會分享怎麼樣去做 好所以今天一整個小時都要停 當然我們回來看美國給股市的情況 因為它在星期一的時候是出現一個暴跌的狀況 一年下來都沒有看到它跌的那麼的慘重 不過今天早上看他們是收復了一些失地 像道瓊斯工業指數一度上漲超過320點 最高一度是推高到了26,038點 其實Tony可不可以為你來分析一下 除了中美貿易戰是什麼樣的原因 這幾天美國股市一直上上下下 還是只有個原因就是特朗普呢 OK 那首先我們要知道說為什麼它會跌 那肯定大家都知道是貿易戰 這我們也不需要多講 OK 那重點在哪裡 重點是為什麼它又會反彈上去 OK它會反彈上去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說 在這個中國 那其實從貿易戰演變這個貨幣戰呢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中國是不可能 把它1.23兆的那一個美國國債給跑出的 因為如果它採取這個動作 它的人民幣一定暴漲 所以它知道是這樣子 那最好的方式我們講的難聽一點 就是可以報復美國 就是把它的人民幣把它給死 把它也壓下來 OK 那當這個人民幣給壓下來的時候呢 其實有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中國有很多國外的一些 那些廠家 他們是要出口的 是OK 那今天我要出口了 我在中國 對吧 那我出口你人民幣跌 那對我不好啊 對不對 所以因為這樣子呢 這個 中國那裡呢 就是它的中國人民銀行 就說OK 我們不會把我們的人民幣再繼續的施壓下來 我們可能會稍微就是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那因為這一句話 所以美國的道求指數才是反彈回上去 所以當然也是特朗普放過說 我會繼續跟中國談 這句話已經講很多次了 所以聽聽就好 可能有變數啊 可能還是會有變數 所以我相信說如果說大家真的是要去看長期的話 我相信長期之內有很多的危機在裡面啦 坦白說 所以大家要特別的謹慎 危機是不是轉機呢 可以這麼說 但是我們要懂得如何去採取一個危機的投資策略 或者是防守的投資策略 好 今天的這個小時的一股做氣肯定有福 一定要從頭到尾的收聽 不要離開我們CityPlus 一堆問題 幾百個問題 還是有個人問 今天早上為什麼跌那麼多 跌那麼多 等一下 我去看一下 還有哪一隻股象想要知道的嗎 沒有多啊 哪里有多 3塊9到3塊6罷了 不要緊張 可以可以 不多不多 OK 其實這一次跌是很正常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到整體上的大體的這一個 Volume也是有走跌 那我們知道說 Top30的股票肯定是會 是他們的首選 為什麼呢 如果今天我講指數的話 這Top30的股如果 指數如果跌的話 Top30股票一定會跌 所以因為這樣子這個是其中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說外圍因素 剛我們已經提到了 所以在這一個現階段 只要馬股沒有站穩1600點的話 那基本上更定馬來西亞還是會繼續走跌 那如果說它走跌 我反而覺得不是一件壞事 而是一件好事 因為接下來它盈利有可能會走漲 所以如果我們在這個現階段去進攻 可能可以買一點點來收 Long term不要 short term 短期是不可以的 這隻股 這隻股短期真的是不行的 所以它必須要一點時間 讓它把它的盈利給賺回來 這個就是更定馬來西亞 OK好 CCK 還有 Impiana Impiana 等一下 C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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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直接一點了 就是直接講那個答案 你聽啊 OK等一下 這是 不是 聽眾要聽的就是答案 等一下 看一下 49 也沒有什麼賺頭了 再加上現在整個股市動盪 然後看一下這隻股的它的狀況 又盈利最近之前的quarter 也是看得到它是走跌的 然後整個已經開始收復下來 當然我知道說為什麼會CCK這隻股票 大家會問 那因為它之前有走過一度很高 然後創到一個一塊錢左右 然後再度跌到四毛 再反彈再跌 如果整體上去劃下來的話 這一個以技術方面來分析 它是一個進入一個三角形收縮 我們叫魚的嘴巴 那這一次什麼價位才是最好進攻的呢 其實是超過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接近五毛半到六毛之間那個價位 才能夠確定它是否是真的反彈成功 所以我可以看得到這一次 不成功 這一次反彈是失敗的 所以盈利還是需要等的 一塊錢是去年的事情 六七七七 七月八 還沒有出來 九 可能要等到年沒了這隻股 哇 沒有這麼快 OK好 有人補充電力馬來西亞是3.8 跌到3.2 是看之前的高點的 他是在3.8買進的 3.8買進一定緊張的 3.6就還好一點 對對對 3.6還好 如果說是3.8買進的話 如果嚴格上講是3.9接近4塊錢 我還是覺得說 看你是長期還是短期 如果說是短期的話 我不鼓勵你去買這隻股震 如果你知道麻煩短期的話 你現在不要買 一些風險高的股票 我反而覺得會比較好 那風險高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那種 一個風吹草動它就會爆跌的那種股票 好像說仙股那種便宜的 或者第二就是盈利最近開始在走跌的 這些股都要特別的去注意一下 不是我們首選的 明白 看一下 來還有什麼問題趕快問哈 來 Impiana Impiana 剛剛沒有說到 Jacks J-A-K-S Impiana Impiana 7243 哇 鮮股啊 重股啊 爆漲20% OK 可是它只漲了一個加0.005 OK 可以的話 來誰問呢這隻股 用Lake Oil 對 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 我是講可以啦 不要去玩這種股 真的 投資股票的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就是累積財富 增長財富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去看到 我不是說這股票不好 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這隻股它本身風險稍微會比較高 然後它的PE也是 你可以看得到是negative了 Earning也是-0.23EPS 所以 一個不賺錢 不說不賺錢 沒有什麼成長賺錢的公司 我們要怎麼樣去賺錢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所以為什麼它又會走漲呢 肯定就是轉虧為銀 你可以看得到在過去 它的2018年12月31號的 Earning是不好 但是6月30號的report出來是好的 OK 所以這個是唯一的一個理由它爆漲 但是這個東西好戲不常在 我們都知道說股價有時候會被 這些短期的新聞給影響 所以最好呢就是 等等去找一些好的股票 簡單一句話我只能夠跟你講 這隻股你不要動啦 是不是你想像的這麼簡單 裡面很多而已 太多我一看看得到 太多了太多了 太多太多而已了 很危險 還有一個PSA罷了 回來現場啦 OK現場 等一下我們在談銀行股 銀行股 沒有人 沒有人 哇塞進啊 哇塞進啊 你下期會不會對銀行股 衝擊很大 為什麼銀行股一定是掉 OK 等一下就直接 從這道問題來引進來了 OK啊沒問題 好 來吧 OK 還在看的朋友記得幫忙把這個視頻給Share出去 Share出去 或者tag你想要了解股票的朋友 或者comment Like一Like OK 謝謝你們的收看哦 今天是Tony老師 你們也可以去Follow他 啊 因為他時常也會自己Facebook 有時間9月27號檳城見 哈哈哈哈 不必懸良此股 也不要一股腦兒 不會和你白話吧 爸爸媽媽當前進行做事 的 今天一股做事我們邀請到的是由Tony老師來為你分析股票 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也可以直接發送到我們的幽默寶瑞線 018-2106-106 是像是我們今天一早呢 就看到5441最後四個號碼的這位朋友呢 然後他就問說 賬息會不會對銀行股的衝擊很大呢 為什麼最近銀行股一直掉 這個是很多投資者都很擔心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才選了銀行業的板塊來分析的 所以Tony老師為什麼今天特別想要分享這個銀行板塊呢 OK銀行板塊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分享這個板塊 OK 第一點我們知道說其實在股市走跌的時候 第一個會先Fow出來的 會先走跌的就是金融領域 OK所以現在我們看到銀行股暴跌是什麼正宗呢 OK這個我不需要再講了 大家應該清楚知道 所以只是說最近很多人還認為說 OK我撐底吸納對不對 每次都是這樣很正常 OK股票一跌跌跌跌跌了 就OK撐底去吸納 但是當我們不是不可以說不可以吸納 而是我們要知道整個大市在哪裡 如果整個大市它是真的已經翻攤 好我們去吸納是對的 那這邊就講到說時間點 OK第一是什麼股第二是時間點 所以在這裡會選擇銀行股的最主要原因 因為就是它跌的很多 這是第一點 然後它也是帶領我們知道我們的方向 然後接下來如果我們做的對的話 我們就可以賺很多了 是 對 因為現在我們看到銀行股的ROE 是Return of Equity是特別的比較低 是 所以市場的情緒就非常的不安 而MIDF也認為這個現象其實不只是在馬來西亞 其他的國家包括了美國、日本、歐洲還有區域的同裁 也出現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所以你怎麼解讀這個趨勢呢 OK 其實大家不要太過擔心太多了 OK 不管外面什麼講都好 我相信馬來西亞銀行不會這麼容易Bank Club了 OK 為什麼呢 不要講他被告 不會的 很怕人 不會的 為什麼呢 我跟大家講 因為很簡單 我們來看 之前澳大利亞 我們現在看Australia 澳大利亞的那個銀行之前出現了一些狀況 然後搞到它的國家必須要做Bair Up 去救這個銀行 那我們也知道很多人很擔心 以前看過2007年的這個雷曼兄弟 所以可能被嚇壞了 所以其實我要跟大家講說馬來西亞還算健康 為什麼呢 我們來分析跟剖析一下 首先我們知道說銀行是什麼情況當下會進入危機 第一它要有Non-Performing Loan的growth 就是說有很多人借貸款 借貸款沒有錢還 那沒有錢還了過後就會把它Category變成是Non-Performing Loan 但是馬來西亞現在請問一下大家 如果要去借錢的時候是容易還是難 大家一清二楚 買房子的人現在申請的就是會很痛苦 這麼深情到半時還是拿不到還要拿Garanto 或者它的利率偏高 對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階段 我覺得馬來西亞還是健康的在銀行股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今天我們要分析銀行股 因為它還是存在很多的機會 只是什麼時間我們要進來了 那托尼老師你一直在強調說時間點的東西 我相信很多投資者都很好奇說 到底現在是不是一個適合的時間點來關注銀行股 甚至覺得說不要那麼擔心這個狀況 那如果說大家問我的話我只能夠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們看整體上兩個最主要的東西 第一個我們叫宏觀 第二個我們叫微觀 那如果從這整體上來講的話 我會把它分成兩個地方 OK 宏觀裡面我們就講說是現在美國跟中國的問題 英國的問題 對 香港的暴亂的問題 OK 那如果說微觀的話 就是馬來西亞自己的經濟狀況 是 馬來西亞自己的經濟狀況不用講了咯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啦 我是看起來我覺得是OK 比起外面 比起外面很好 好很多 OK 其實這是我們覺得驕傲的地方 OK 那 宏觀呢其實我們知道說 整體上美國都不健康了 OK 那我也知道說 英國也不好了 那 什麼時候才是最好咧 OK 十月我們知道五血一坨 是 十月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 我要給大家很重要一個訊息 可能大家要記起來 OK 如果大家去看2007年 我不要講的太遠 如果我講到1997 1930 可能很多人講話還沒有出事 OK 2007年大家想回去 黃金價錢跟道琼指數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2007年的10月1號的時候 黃金是下跌的 道琼指數在那個時候是走漲的 其實它是一個回光返照 為什麼 因為2007年的10月1號 發生了這些事情過後 在2008年的2月 道琼指數跟黃金就暴跌了 OK 暴跌了之後就一路的暴跌 就是在美國的股市 到了接近2008年的10月1號 它才反彈 OK 那我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我們看一下 2019年2月20號跟4月23號的時候 那個階段 黃金是從1346塊跌到1266塊 OK 那道琼指數呢 小反彈 就是反彈從26000去到26700 然後剛剛 8月1號 美國聯邦儲備的 降息的這個 information 它的資訊出來 宣布過後 發生什麼事情 黃金跟道琼指數 當天晚上是一起暴跌的 就是等於是我們看到2008年2月的狀況 所以簡單的來說 如果我這樣子去分析的話 我們從10月到2月 OK 就是差不多11、12 然後還有多一個4個月 現在是8月 所以我相信2019年底 可能會有來多一波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2020年的國債危機 這是我分析出來的 OK 那當然我不想會發生 但是數據是不會騙人的 所以我只相信數據 OK 那從這個階段 另外一個必須要注意的是 10月的英國脫口現象 如果這個真的是可以避開的話 沒有問題了 我們應該最好的進場時期是 2020年為或者2021年頭 那個是最美的時間 但是可能在那個時候 可能它會漲一點 它會漲一點 所以等一下我們第三部分 我們會去分析 怎麼樣去準備好我們的資金 然後去分配 慢慢這樣子去買入它 感覺如果那個狀況出現 你就要等很久才可以進場投資的感覺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聊回銀行股的部分 剛才我們也分析了整個板塊 主要還是要知道說到底哪一支銀行股 是可以比較受到青睞 或者是備受關注的 因為很多不同的分析員 都有他們自己的心頭號 像是Bank Islam RHB Bank CIMB Bank 那一邊都有分析員提出來 所以Tony 你是比較青睞哪一支股項呢 如果大家 如果Base on我自己的分析的話 我哪一支股我都愛 因為我覺得說馬來西亞的 銀行股都穩定 都ok的 其實都不一定要說 Hong Leong Bank 比較好還是Align Bank 我們去哪裡也是開戶口啊 都沒有分別啊 那我們有發現到一個很可愛的情況 在馬來西亞發生 如果說今天 Hong Leong Bank Public Bank 他們的Loan已經拿到很多了 就是說我們講 他們賺錢是怎麼賺 就其中一個就是貸款嘛 那大家可以還錢 那就賺錢 那如果說我的貸款 已經到了一個HIT Target了 Mortgage Department HIT Target 那可能我們就會鬆懈下來 另外的公司可能沒有這麼好 他就會想辦法去調他的利息 或者給很多的Package 讓很多他的Salesman 去Push他的Product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健康 跟很開心可以看到的 所以其實在馬來西亞很多銀行 我都覺得不錯 包括剛才大家提到的 Bank Islam Public Bank Maybank Hong Leong Bank 這些都是我們首選的 但是如果問我首選 肯定跑不掉 就是Public Bank 跟Maybank 如果我的信通裡面最喜歡的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Public Bank 跟Maybank 可能賺的就沒有這麼多 當然 如果大家想選擇去買銀行股的話 如果是新手可以選擇Public Bank 因為Public Bank比較穩 是 還有Maybank Maybank因為有股息 所以可以安慰自己 有時候跌的時候 心裡面會覺得OK一點 定時會拿到一些錢 對 會比較安慰一下 所以我覺得說 開始的時候可以這樣子 但是如果比較深入了 我們有經驗了 可以考慮 可能 Hong Leong Bank 這些都是好的一些公司 只是說它可能需要一些技巧 要去看什麼時候它會漲 這樣子 當然 如果說今天 你問我說是不是適合進的話 我覺得還是不是最美的時機 因為雖然 還是要跟你剛剛提到的那個時間點 對 是的 因為現在的所有的PE我知道很低 有些全部都低 below 10 所以低過10在銀行 我們知道說都是成為便宜 非常便宜 因為銀行股是很少這麼便宜 大多數在10到13的PE 我們都叫便宜 現在低過10 所以很多人就會講 我要進去買 我不是講不可以 不要急 可以 不要急 然後要粉皮 要懂這樣子把自己的資金管理好 就沒問題了 當然銀行領域 它在6月份的貸款按年是增長 放還到4.2% 銀行貸款的 這個是他們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業務 所以銀行業下半年 就好像Tony剛剛你說的 它是充滿挑戰的 所以未來真的是不要輕舉妄動 對 好 今天在我們的一股做街的單元 就邀請到了有Tony老師 想要問他問題的話 也可以發送到我們的擁抱板 而且018-2106-106 或者直接去到我們的Facebook 點擊CityPlusFM 然後我們正在進行這個直播 下面留下你的留言 有些個別的股像想要問Tony老師的話 也非常的歡迎 好 我們現在先回答 OK 下一個股像 哪一個啊 來看一下 哇 很多 很多 很多了 我們先慢慢來 先講哪一個 Tony老師 都可以吧 我看先跟著跑咯 J A K S 等一下 先問先答 OK先問一下 OK 4723 基本上這支股 Under Value OK我明白為什麼會買 轉虧為盈 OK 有成長 記得要分享這支視頻出去啊 來 哇好多哦 你的應該也是學員吧 對 零折青 OK J A K S 如果說短期來看的話 我相信年尾只要過了10月 那基本上是有機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整體上的月季 再加上它這家公司的technical 已經開始有rebound的現象 那我相信下一次的這個 10月就是過了英國拓歐的這件事 解決了 然後整體上沒有問題了 它基本上就回來 因為現在還會是 沒有周長是被人家押住的 因為這家公司它是Under Value 它也只差不多 接近快三左右吧 然後它的盈利 我算一下 暫時是沒有很大的看頭 應該要等三個月過後 現在是幾月 11月 對 11月 11月有可能它會去挑戰 接近九毛到一塊錢 好我們看到是這樣 然後 另外一個是什麼股啊 Eforce 哦 Eforce 張維純問的 E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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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orce如果股市好就好咯 股市不好就不好咯 這更大事 是咯 這更大事 PE很低咯 因為最近市場不好 所以我覺得說可能 暫時 最近有上咯 有上一點咯 從四毛多上到六毛錢咯 嗯 六毛二 過後又這樣 上去過後又掉下來 又掉下來 所以是一下子 如果錯過那個就沒有了 沒有了 它比較偏向於一些 一個trend的 它只要它的market好的時候 它就來來來來 market不好的時候 它就變成炒股了 OK明白 所以這個時候因為market不好 所以就不要去炒爛 嗯 好的 那DRB Highcom 有希望 DRB Highcom 有希望 長期有希望的 馬來西亞看到很多新車出來咯 是是是 所以是有希望的 Saga便宜啊 三萬多花一輛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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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馬還是要考慮咯 哈哈哈哈 沒有前台車 單紅售咯 Mal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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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等下 Malpon Malpon Malpon是之前也是一風波 我知道 也是有上 我覺得不要去碰啦 Malpon他現在比較偏向超股了現在 他比較變成超股 可能他想问的是,可不可以呈现一下 你的问题是什么啊? Tan Hong Hing 你的问题是说要买还是要什么 他只写了那个股 哦,他只写Mountain的了 有很多意思,是现在要买,还是买了 你想问什么,所以我要知道你丢一下 好,James Ng问MBSD Maybank没有问题啦,慢慢收啦,好股来的啦 Dividend又高 他说六到十二个月OK? LHI OK啊,六到哪一个? MBSD MBSD Mid Long Term 6 OK啦,可以啦 可以 可以啦,那个不要怕 OK,LHI就不要紧张一点了,看一下 好多留意来看 好事啊 LHI啊 LHI,有人问LHI LHI,可以不要吗? 呀,我只能够这样讲 OK? 不要再继续解释了 OK啊? 对呀 5G都要跳股股股,我只能在CD plant 我只能有机会的话,开一个这个时候 那个是长股 长期股,Elli要 Elli要要的是长股,是长期股的意思 不是啦 如果是的话,如果你讲银行股,就是Public Bank 很多啊 Public Bank很多人都是拿来收一辈子的 Palatia很多也是有好的啦 Grace问贸易站买Balvest 0098这个股比较好吗? 0098,等一下 0098 暴富易站,哦,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呃 呃 我想一下,这个是一个传闻啦 你去看它上一个季度68个Million跌到升8.6个Million哦 还要去咩? 我现在是盘整啦,我知道现在是盘整,我明白 可是这种哦,上上下下的炒股了 它好像是speculative的,more on speculative 风险很大哦 嗯,风险很大哦 如果要,要注意哦 诶,Really? 很早啊,今天起来了,记得做analysis啊 哈哈哈哈 刚刚那个是说MBSB,不是Maybank Maybank,哈?MBSB 哦,等一下啊 MBSB,哦,当然有一个名字是MBSB MBSB 哦,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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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支来的 嗯 我以为是Maybank MBSB其实在,呃,它也不错,这些公司 等一下我看一下,它现在低哦,它现在很低 很低,OKOK,MBSB啊 那我想一下 过了今年年底到明年,如果说很多project 你看现在很多auction property跑出来 所以,呃 银行股,银行里面,我觉得MBSB是其中一个 我,我个人的看法啦,我觉得说它在 反而有很多auction property来的时候,还是很多人 带款不到的时候,它,人家就会选择它 OK,所以这一个公司,其实反而是在不好的时候,它是好的 好的时候是normal,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更加好的 银行,所以以现在来看的话 如果 呃,能够收 长期是OK,中期也不可以 我所谓的长期这一支股啊 最少要两年了 MBSB你要两年了 对 要两年了 这个就是长期的啦 这个真的是长期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短一点,可能public bank Maybank会比较快一点 它会比较快 但是很便宜啦,现在真的很便宜 它会去到一块到一块亿啊 有机会 好多问题 等一下,早安 Hi Geewing 早安 Tanaga Tanaga听说有 有那个什么来咯 新的 private的来 挑战者 是咯 Challanger 我是有一点觉得 当有挑战者来的时候,有其他的 选择 他的股票一定是会 找到情绪性跑手 是咯 大家都不管他的业绩怎么样 先丢就对了 对 好,我们要回来现场了 等下谈一谈投资策略 年纪越大,患有见识或远识 还是深夜盯着手机屏幕 都可能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 从今天开始 City Plaza Bank和你一起保护 以及多爱护自己的眼睛 别让青光眼成为无声小偷 夺走你的彩色人生 明镜在收听的单元 是由幽默宝为你呈现 不必悬良此股 也不要一股脑儿 我会和你白话把股 吃给你紧闭的股市分析 我会和你一股脑儿 无常这种 City Plaza Bank和你一股做起 果然今天上到我们节目的是红牌啊 因为这个问题是回答不完 不过你还是可以持续发问的啦 我们等一下下个节目有机会的话 还是帮你来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Toni老师 但Toni老师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全世界的央行都选择 好像在降息也打这个保守战 那我们要怎么样采取比较保守的投资策略 来迎合现在市场的整个大事呢 OK那其实呢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很 比较容易投资的一个策略 来我来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我们选择银行股 因为我们知道银行已经跌了嘛 所以这个事已经是事实了 所以不用再去分析了 我们现在要懂的是它跌了它要反转的时候 我们要讲净 OK我就拿100千来讲 OK容易一点 我们今天如果说大家都有一个100千 那我们要将此去分配 OK现在它的PE是低过10 OK首先把它分成20% OK就是2万 OK2万的第一个做法就是它跌下来过后呢 它一定会有一个ABC的反转信号 就是说它跌下来 反转上去再跌下来再反转 这个是看什么图 看日图 OK我们所谓的天图 OK我们有月图有周图嘛 我们看天图 那只要天图有出现一个ABC的形态 那有突破的话 我们把我们的20%先进入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这样子做 我们进入我们是要确定 它真的不会再跌 但是往往通常第一次进了 它还是会adjust 还是会跌 不要怕 因为我们只进 不要紧张 我们只进五分之一 OK 所以我们进完了过后 它再跌回下来一点点 可能在PE接近10的时候 它又会出现第二个我们叫做resistant 就是它的阻力 OK我们以整个技术来讲 它动到阻力再下来 在上的时候再进多另外的20% 就等于还有60%在手上对吗 OK 不要动了 进了过后等 等什么 等大事 它有earning 来 第二个步骤就是 第一步骤我们进了40%了 我们就等 它的月季报告 是 月季有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季度报告 第二种是年度报告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季度 OK 它的那个季度 只要一出来的时候 是有反转 赚钱 OK 我们又再加 我们的另外的20%在进 所以20 20 已经60%进去了 股价应该会暴涨一点点 因为在 它的月季出来的时候 走好的时候 它应该会反转 但是可能它会因为宏观 经济施压 它还没办法突破 涨到很多 OK 不用紧 不要担心 等 等什么 等它的年度 它一定有年度 现在接下来是12月 是 我们等12月 它12月出来又是好 如果有成长 你看哪一支 OK Public Bank Mei Bank Hong Leong Bank Affin Bank Align Bank 选一支 增长最多的 来这样做 OK So 20 20 20 到最后年度出来的时候 再放一个20 所以总多的是88%已经在里面了 剩下最后的20对吗 要做什么 最后20是拿来收住资金 等最后的一个确定性 就是整个宏观经济 是该我们所讲的 2021年对不对 方向转变了 如果新手不会玩的人 等整个趋势确定了过后 才在2020年尾 或者2021年的时候才进宫 可是赚的会比较少 OK 如果已经有经验的老手 他们会看技术的 会看月季的 会看这些的 他可以选择 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 分成五分 五分 如果他在季度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说他没有赚钱 是不是要抽身出来了 很好的问题 OK 如果说今天我在这个技术方面 我进了20% 再进20% OK 在季度出来的时候是不好的 不用走先 为什么呢 还要留 要留 因为当我们会选择这一只股的时候 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会选 肯定就是这一家公司的ROE高 Return on Equity 你对他有信心 对他有信心 也知道这家公司过去几年来 他的这个profit 他的盈利也有增长 我们才会选嘛 我们不可能随便选一只股嘛 所以当我们选了这只股过后 我们知道可能这个是短暂性的 OK 就因为我们只有40% 我们还有60%的钱 在后面躲住 让他跌 更好 他跌便宜 我们后面的时候 我们进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价钱拉低的时候 我们的盈利 更加多 这个是要懂 所以我们叫做反亏为盈 我们有很多策略啦 其实在教学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策略 这是其中一个 那 讲到这里 OK我们回来 那另外一个东西 在股市跌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做的就是 我相信是可以做的是指数 OK为什么 我们在前一年到一年半之前 我大概就有跟很多人分享这个东西 因为我说 当股市走跌的时候 今天我hold着股票 手头上一堆的股 那请问一下这股跌的时候 是会怎么样 会发生几件事情 第一晚上睡不着觉 肚子 然后肚子会痛 然后肩膀会酸 做噩梦 做噩梦 OK那要怎样做呢 就是我们要去 这个指数方面的来做一个 Hedging 做一个对冲 然后从那边我们赚点钱 这边跌不用紧 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 这边有赚钱 然后把这个钱 赚的到时候 Market Rebound 的时候 才能够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操作 是 每次听你这样子讲的话 我就觉得 哇 很高深啊 是 他们要 他们要 刚才有提到一定要有后备的方案 不要有什么都投进去 然后直接要等他的那个回酬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像刚刚分成那五份的我就觉得 对 有的人就觉得我有100千 100千吓得完 当然不可以啦 哈哈哈哈 风险很高耶 这样就非常把自己的危机制造出来了 原本都没有危机的啦 今天非常感谢Tony老师的点评 谢谢你Tony老师 谢谢 谢谢 好还有很多问题 没有办法 几百个问题 我们还可以再问他吗 OK我们再选 再选喔 再选几个吧 有有有 我们再选几只 来Tony Tony你选几只 OK 还是你们选吧 哈哈 我们选啊 你们选啊 比较公平一点 比较公平 找一些我们平常可能比较没有谈到 对对对 好啦今天科技股 有人其实有问为什么没有谈科技股 可能在科技板块 Tony选一只 OK 只要科技股啊 等一下哈 科技股 哪一些可以留意的 现在科技股其实是有风险很高耶 我坦白说 你真的是要在这个时候进 是暂时不要吗 可以这么说 OK 科技股暂时不要 不是我不要讲 而是我怕我讲了你跑去买 原因是跟贸易战有关啊 对跟贸易战很大的关系 对 有啦 科技战早都打了一轮了 华为啊 华为的关系打了一轮了 你看腾讯也是掉到 双双双双 一直跌 反弹都是 反弹一点点 因为有人问这个很少比较少人问 BAT 英美燕草 哪里 BAT啊 哦 BAT的产班了哦 现在不可以了 BAT会比较弱一点了 现在不适合 不适合拿来做投资了啦 我坦白说啦 所以这里 呃 如果说 你本身是看你的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目标 其实现在买BAT是 长期 我是觉得不行 如果短期只是去炒炒炒一下 这样子的 可能还可以考虑啦 但是我不鼓励啦 坦白说 真的要炒的话 我去炒期货不是更好 炒这个什么 没有必要 这朋友还问Defama 其实我们今天 练头条的时候 有提到Defama 接下来会有公司 可能 嗯 想要合作还是购买它的 所以 有人问就是现在那么多 不确定的因素 是不是选比较安全的 比如说Defama这种 OK Defama 有人讲今天云顶很刺激 每个人都讲云顶云顶 因为云顶很多人有 你是讲Defama 还是PFama Defama 哦Defama 这是那个 药品的 OK 我们还在拿标准 7148 等一下 记得 Share 对 对是什么 你的讲的 分析的是没有错 是OK的 OK 等一下 一下子啊 一下子啊 而且他还SMS进来 OK 等一下我要看 比较仔细一点 看到是OK了 Defama可以 因为很正常嘛 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在股市跌的时候其实在保健领域是反反方向的嘛 所以Defama是under保健领域的嘛 他也是做那个药物的嘛 所以正常啊 他这个时候涨的是 Pretty common OK 好 5213 如果你们再看 OK 这位朋友 最后是 Defama可以留意 5213 对 5213 OK OK 真的是 不是不是 他的号码他掉号码 OKOK 真的有勒 我一直想 真的有勒 Santoria 我没有看过很少玩的勒 Sambumi Chok Sifar 他问Sambumi 适合买进吗 等一下 Sambumi有哦 Sambumi 好像没什么看到过 因为你一讲四个字就是来了 电话号码也是 电话号码 最多 OK来 P1 Negative Rui Sambumi 公司 最近 不行 公司基本面不好 基本面不好 最近前一个季度也是亏钱 哦 炒股来的 炒股 炒股来的 可以的话不要碰 是炒股条件好 不要炒股 啊 这个是有一点危险 好我们再看 看什么 Hata Hata长期可以啦 Cedia Cedia Hata 只是最近我先跟你讲 等下我想一下那天我 我分析到的是什么 Hata 需要一点时间 明年 明年六月 啊 我知道的是 因为他们有投资一些项目 明年六月过后就会比较好一点 OK 蛤 卖一句 你继续问的 哇 也很久没有听到他们消失了 卖一句好像已经开始了 哈哈哈哈 OK 卖一句是 很多人的爱 其实在几毛钱的时候就有很多人问 然后一涨到一块多 就全部进到完了 现在一块四毛九 是哦 就很难在 很难有再突破了 是哦 他跌到几毛钱的时候就应该买 不可能 在换政府前的那个两块多 呃 呃 有 OK啦 这只股是 如果已经买了就收住了 不用卖先了 如果还没有买的话 有更好的选择啦 然后这只股可能要等了咯 没这么快咯 嗯 然后我们有很多不确定性在里面了 对吧 MYG 所以也很少人去碰了最近 几百个人又问云顶大马 哈哈哈哈 我们已经回答了 回答了可以听了去 等一下再回去看 看回去看 啊一位朋友一直在问 end to end 他是一个送位 哦end to end啊 end to end software跟eforce他们一起的嘛 其实在 OK就好像首先我们的银行啊 大家知道 不管是CIMB的blocker啊 还是 那个叫什么银行啊 黄DBS啊 很多他们都是跟 m2end跟那个eforce他们组 他的 software的 然后 给我们做交易的嘛 然后如果股市好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就 因为我们交易 他们有的抽钱嘛 抽水钱嘛 但是说如果 股市不好的时候 如果交易量少 可能他们的盈利就会少 所以end to end 跟eforce 他其实比较偏向 布萨 如果你要知道 他真的是会涨不会涨 你去看布萨就好了 布萨好啊就好了 布萨不好就不好 SIMB一步 最近可能不是很好 最近不是很好 你们自己去看啊 最后我们再选最后两只吧 Hardy 医生问RCE RCE RCE啊 OK RCE Capital 他最近 RCE Cap 很多的很紧张啊之前 可是已经涨上去了 等一下 PSMD啊 现在是1块6毛2 1块6毛1 很高了 没有什么看头了 我看可以赚多少钱还有 等下我算一下 之前有去到 几毛 是还有的赚啦 如果based on我的分析 他的盈利是还有机会去到一个接近15% 所以他应该15%的话 based on现在的价钱 1块6毛1 乘0.15 加1块6毛1 他应该会去到1块8毛半咯 但是这个1块8毛半呢 他 在现在我们知道现阶段 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所以如果买了这只股 我不可以每天在那边 去看说 明天会不会涨 你买了你放住就好了 直接调GDD Go to date 直接调1块8毛半 让他自动帮你卖掉 OK 我们选最后一只啦 Top Glove Top Glove 啊 Top Glove 收啦 好可爱的啦 不要紧张 慢慢收 只是最近市场不好 是是是 好可爱 这种大公司就不用太担心了 因为才我 respect 的人 哈哈哈 不错的 真的 好的公司 老板也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今天应该有回答啊